Hey! Windows 11正式版已经在10月5日正式上线了 很多同学知道 Windows 11相比Windows 10在风格上的变化很大 那它们用起来到底有何不同呢? 今天我们就来上手体验一下Windows 11 我这里有三台PC 分别是轻薄本型态的ThinkBook 13X 游戏本定位的ROG魔霸新锐 以及戴尔灵乐5410 这款也有二合一的版本可以选 这些机器现在都是Windows 10的系统 那我先把它们升级到Windows 11吧 其实升级Windows 11操作上并不难 但会有一些硬件门槛 如下图所示 对于符合条件的机型 是会在Windows更新中分批收到推送提示升级的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也可以下载微软提供的电脑健康状况检查应用 在这里就可以查看你的电脑是否可以满足Windows 11的升级条件了 我们这几台电脑都可以完美兼容 所以废话不多说 咱们升级一下看看吧 进入这个安装界面 你已经能感受到Windows 11的不同了 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柔和了很多呢? 这就是Windows 11全新的UI风格 我们进入系统好好来聊一聊 首先最显眼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任务栏了 现在Windows 11的任务栏默认居中 总算是改变了30多年的传统 我觉得居中看起来还挺整齐的 从美观的角度看还不错 但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 那你也可以选择把它放回到左侧 还是熟悉的味道 开始菜单的变化非常大 固定栏这里取消了Windows 80代引入的动态磁贴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简单的小图标 底下还新增了一栏推荐项目 会显示你最近浏览的文件或应用 电源按钮则是安排在了菜单的右下角 设置菜单同样经过了重新设计 左边固定主菜单 右边紫菜单 这个设计比较符合现在的大趋势 用户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很快的跳转到自己需要的菜单上 相比Win10的那个老菜单显然是效率更高一些 更有逻辑性一点 另一个经过重新设计的 是右下角这里 之前占用大量版面的通知栏 现在终于简化成了一个小窗口 和日历放在了一起 而原本在通知栏底下的快捷设置栏 现在独立出来了 做了一个小小的控制中心 电脑常用的设置都集中在这里了 文件管理器的改变也非常大 你会发现这顶上多了一栏快捷操作栏 相比之前那个如同Office一般的 老的文件管理器介面是简化了不少 右键菜单也明显做了简化 当你右键某个文件时 顶上这里会优先显示一系列常用操作 整个菜单看起来更加干练了 感觉Windows11在操作逻辑上的这些改动 主要是围绕晶面和高效在做文章 微软是希望你能够更快地完成各种操作 为此他们去掉了不少 之前为了顺应扁平化而做的笼余设计 也舍弃了一些用了很多年的旧理念 现在Windows11的各个菜单 尽可能不占用多余的版面 只为功能服务 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合理的 讲完了操作逻辑也就是实用性 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美观性了 我觉得Windows11的UI改进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圆角G型的大量采用 Windows11的每一个窗口 每一个菜单 每一个提示框都是圆角G型的设计 甚至连新的Windows灰标都圆滑了不少 二是阴影的变化 仔细看Windows11的窗口阴影 你会发现明显比Windows10的阴影柔和很多 扩散距离更圆 窗口之间重叠的时候过度会显得更自然 不会感觉突兀了 三是高丝模糊或者说毛玻璃效果的大量使用 Windows10也用了一些毛玻璃 但用的并不多而在Windows11上不管是开始菜单 设置菜单 各种小菜单 大大小小的各种窗口 任务视图 还是系统里的各种动画过渡 甚至是资源管理器顶上的这一片 全都使用了毛玻璃效果 这就让窗口和背景能够更加和谐的融入 视觉上更美观了 总的来说 相比Windows10这个锐利直白简单的硬朗风格 Windows11在UI设计上算是圆滑柔和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UI是更耐看了一些 而且不仅UI更圆滑了 连音效都变得更圆滑了 你听 这个是Windows10的音效 而这些是Windows11的音效 是不是觉得轻柔了很多呢? 另一个可以体现这种圆滑感呢 是Windows11的动画 Windows11添加了大量的动画过渡 而且最重要的是 和Windows10的线性非线性动画混用不同 Windows11所有的这些过渡动画都是非线性的 比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贴靠的动画 Windows10这里用的就是线性动画 就会感觉比较生硬 而Windows11就有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 它是一个舒缓的过渡 但配合上高丝模糊 它的效果就很自然了 包括快捷设置这里的动画也是 Windows10如果你慢放 你会发现它不是真的完整从任务栏滑出来的 只是改变了透明度 所以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流畅 而Windows11的这些任务栏动画都做了重新设计 有一个完整的出入过程 看起来就比较顺滑了 哪怕都做了非线性动画的 Windows11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比如最小化这个动画 Windows10你看到没有 它并没有缩到最小 只是象征性地缩了一下 而Windows11则是真的把窗口缩进任务栏里了 有那个感觉了对吧? 说到这个缩小动画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不光是过渡动画变了 这个任务栏上的图标是不是也跳了一下? 这个也是Windows11在动画上的一个大改进 加入了各种小动效 比如这些 再比如这些 再比如这些 这些小动效的加入 让交互变得更生动 更可感了 Windows的动画 也终于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 总算是赶上了主流水平了 我们以前经常会聊 说某某操作系统使用起来更流畅 那为什么会感觉流畅呢? 其实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性能更强 就是因为过度动画和动效的设计更生动 让你感觉这个系统交互起来栩栩如生 所以从Windows10到Windows11的升级 哪怕性能没有变化 你也会有一种更流畅的错觉 除了界面的这些变化之外 Windows11还添加了不少新功能 比如说小组件 这个其实也不是新功能了 早在Vista时代就有了 Windows11把它做成了一个类似于手机负一屏的效果 它其实是继承自Windows10的信息流 但可以自己添加和修改各种小组件 可惜目前能用的小组件还比较有限 如果之后能开放接口给第三方用的话 我觉得或许还能期待一下 还有这个 按下Windows灰标加句号 快捷输入表情包 可以是Emoji 可以是GIF动图 也可以是快捷访问你的剪贴板 这功能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得上 其实很多第三方输入法也可以发表情包 只是微软官方能把这事做好 那我就更没有理由换掉自带输入法了 另一个新功能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是贴靠布局 当你把光标悬浮在最大化按钮上时 就会呼出这个贴靠布局菜单 你可以随便选择你想要的窗口布局 这样排列窗口就比较方便了 对于喜欢分屏的同学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 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还有就是可更换壁纸的虚拟桌面 新建的桌面能换壁纸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视觉上区分不同桌面了 比如这个桌面我可以专门安排成游戏用的 这个桌面我安排成办公和学习用的 这个桌面我专门用来放各种电影 不算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但对于喜欢整理的同学来说或许有点帮助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当你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Windows 11会记住你的桌面布局 这样当你拔掉显示器之后再插回去 它又会恢复到原来的布局了 我们再来看看游戏上的改进 这是一台ROG的魔霸新锐游戏本 其实在游戏中 Windows 11也有一些新功能 比如说Direct Storage可以通过把显卡和硬盘直连 来减少游戏加载时间 这功能画饼花了这么久总算快要实装了 我说快要 因为这个还要等游戏的适配嘛 另一个已经实装的游戏功能是自动HDR 尤其是玩一些不支持HDR的老游戏 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HDR 就可以开启这项功能 Windows 11会自动帮你把SDR的内容增强到HDR 这个对于喜欢在电视上玩游戏的玩家来说还挺有用的 除了系统本身之外 Edge浏览器也更新了 增加了一个叫做垂直标签的功能 点击左上角就可以切换到垂直标签 如果你的网页特别多的话 使用垂直标签来切换和管理你的页面就更方便一些 Windows 11还有很多新功能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是体验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次很多的改进都是围绕效率去做文章的 不管是新的菜单逻辑 还是新的任务栏布局 还是贴靠功能 虚拟桌面的改进 其实这些都想让我们在操作上更加高效 而另一方面 设计理念的改变 大量动画的使用 也让Windows 11终于在外表上赶了个时髦 我总算也可以说Windows现在也挺好看的了 这样看来Windows 11算是内外兼修的升级吧 意义确实挺重大的 我们也很期待这样一次大升级 能不能引导各大PC厂商做出更多创新型态的PC呢? 如果你现在想体验Windows 11的话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 赶紧去升级看看吧 如果你的PC不符合升级要求 或者直接想换一台性能更好的PC 也完全没问题 因为在10月13号Windows京东超级品牌日即将开启 届时会有一大波预装Windows 11的PC将会登台 并且全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比如5000-500 爆款直降上千元等 想换机的同学赶紧去看看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